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魏如轩和周飞哥 他们俩唱的这首 再见我的爱人 这首歌曲呢 两个人独唱部分都非常的好 非常有个性,也非常有特点 但是呢,两个人的合唱部分特别糟 尤其是魏如轩的和声 唱的是一塌糊涂 好,我们先说魏如轩 对于魏如轩个人独唱部分 我是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她的行枪咬字非常有特点 这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也说过 我看到有很多人留言 说她的演唱非常的做作 做作,反而恰恰是她的特点 如果你要是从流行音乐的审美标准 我之前曾经说过 流行音乐的审美标准 它是求心求变求意 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角度去衡量的话 它其实是把求意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意义就是不同,个性 个人的辨识度极高 我们经常讲 对于一个流行歌手来讲 个性及生命 个人的这种专属个性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魏如轩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有个人属性的一个歌手 主要呢 就是体现在她的心腔和咬子上 但是呢 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个个性太突出了 太特别了 跟别人都不一样 所以呢 肯定也会很容易被大部分 在审美上一些趋同的审美任职的人 被看作是夸张 做作 这个呢 也是很正常的 那是因为 这是由审美的差异性决定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是吧 但是呢 这种声音 它是应该具有高度的个人属性的 也是很容易树立个人风格的一种声音 就是这么一位歌手 所以说 像这样的声音 这种唱法 如果你一旦接受了它 接受它了 它就会非常招人喜欢 但是呢 要是不喜欢的人 就会特别不喜欢 但是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样的风格 这样的歌手 在商业上 它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风险 因为它太标新立异了 所以呢 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这个比例 自然就会相对受限 所以说 魏如轩的粉丝受众 应该不会是那种 特别特别多的歌手 但是呢 喜欢它的人 可能就会特别喜欢 那么说到这里呢 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歌手 就是吴莫愁 吴莫愁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有个性的歌手 其实他当时在比赛的时候 我就特别看好他 但是呢 当时我就有一个预论 我认为 他应该不太可能会大哄 因为他的声音太怪了 行枪咬字也是特别突出 特别有个性化的 那样的一个歌手 但是呢 像这类歌手 只要你听过一次 你大概就会记住他 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是那个唱法特别怪的歌手 这其实就是个人属性 对于一个歌手的记忆性 所起到了作用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魏如轩的和声 我觉得他在这首歌里面 和声唱的是一塌糊涂 在两个人的合作中 周飞哥相对还好 因为他主要是以主旋律为主 然后呢 魏如轩 他的这个合唱部分 就特别糟 我感觉他好像是 独唱的感觉 忘了收了 就在唱合唱的时候 声音太张扬 以至于两个人的合唱部分 极不协和 也就是说他在唱合唱的时候 依然还是在用独唱的个性 在唱合唱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合唱 说白了 也就是说在二部合作中 他的这种唱法 一点都不礼貌 不谦让 就是两个人过一个独木桥 那是要合作的 应该要相互礼让 抱成一团才能过去 才能过得好 但是呢 你只管我自己走 不管别人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你掉下去 我可不管 那就是让对方的路 就变得很窄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合作方式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对魏如轩 他的演唱的一种感受 好 第二个 我们再来说这个周飞歌 周飞歌呢 在演唱上 这首歌 倒是没有体现出多大的特色 因为音区也不是特别高 在唱功上 好像似乎没有特别能够体现 他特点的一个优势 但是呢 我有一个印象 就是周飞歌的节奏 他把握的特别好 因为周飞歌的节奏 是相对比较难的 我会永远永远 爱你在心底 希望你不要忘记 说实话 周飞歌也好 还是魏如轩也好 他们俩的这首歌的节奏律动 把握的都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是一首八六拍的歌 而且他节奏也比较碎 两个人的节奏掌控 都还是不错的 跟邓丽君的那个原唱 原曲相比的话 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 这首歌里面的一个 他们俩做的比较好的一个部分 好 另外呢 还想说一说的 就是这首歌里面的小号 在前奏兼奏中出现的 这个小号solo 太好听了 这个音色的控制呢 是控制的特别好 大家的印象中 小号是属于那种特别亮 特别刺耳的音色 是吧 但是呢 你要是吹好了 你要是把握好了 小号也是能够吹出 很优美的音色的 很优美的旋律的 所以呢 这个呢 也坚定了 我想让我们家老二 学小号的决心 一直在犹豫 我们家老二 学个什么乐器呢 因为老大呢 是吹了弹簧馆 三年级开始就已经吹了 吹了好几年了 老二呢 现在上三年级了 也准备让他学乐器 原来呢 一直还在犹豫 他自己呢 是喜欢那个trumbull 他老说 我要吹trumbull 我说 你是 你就吹那个trumpet的吧 他呢 也还在犹豫 我呢 也在犹豫 但是呢 听完这曲子以后 其实小号吹的好 确实是挺好听的 就这么定了吧 就学小号了 不知道能不能吹成这样 以后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的歌 由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生的感情写下去 作词